每天吃一瓜疯批结巴巴巴 赵丽颖的新剧开播 剧本身的话题还没怎么出圈呢 好家伙 他在剧里的一句台词 你跟大勋咋样了就被推上了热门 随后大勋渣男的话题也被关联起来了 也因为这个 杨幂和赵丽颖两家的粉丝CX起来了 杨幂粉丝认为赵丽颖这是在界 助新剧暗奉杨幂的上一段恋情 而赵丽颖粉丝则反驳那只是一句台词 杨幂粉丝纯属想多了 或者就是他们蓄意蹭热度 实际上 台词这块赵丽颖可能确实没有动什么手脚 但这两个话题会闹这么大 显然就是片方或者利益 相关方在背后砸钱行销了呀 毕竟八五花之间的扯头花戏码 是能给新剧带来一大波热度的 剧方要是不借着这么一个大好机会炒作 那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了好不 至于说杨幂和赵丽颖之间的关系吗 刚评级古偶前后搅和起来那两年 这两人斗得还是挺凶的 赵丽颖特反感自己被称作小杨幂这事 为此还在平台上思过 等到赵丽颖后来居上 和杨幂同样成为了古偶圈子里的扛把子 利益相争之下 两个人就越发明枪案件起来了 再往后赵丽颖被杨幂 卑鄙等其他几个八五花集体孤立 他们的关系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过到了这两年 二人都经历了太多 一个急着转型主流圈 证据圈 一个想要保住流量体制化身资本 他们已经没有继续斗下去的必要了 很多时候也不会没事找事的 就是粉丝之间不愿意放过彼此 这一次这个事 反正到目前为止 他们两家的团队是没有下场的 但是剧方平台方 粉丝几方在搅浑水 打嘴炮 后面估计也闹不出什么大的风波 那些脑补杨幂赵丽颖恶斗一 场的戏码可以暂时停下来了 感谢收看